人生感悟解读生命的意义 人生最大的资本 三十年前 美国华盛顿一个商人的妻子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 不慎把一个皮包丢在一家医院里 商人交集万分 连夜去找 因为皮包里不仅有十万美金 还有一份十分机密的市场信息 当商人赶到那家医院时 他一眼就看到 清冷的医院走廊里 靠墙跟蹲着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瘦弱女孩 在他怀中紧紧抱着的 正是妻子丢的那个皮包 原来 这个叫西亚达的女孩 是来这家医院陪病重的妈妈治病的 相依为命的娘俩家里很穷 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 凑来的钱还是仅够一个晚上的医药费 没有钱明天就得被赶出医院 晚上 无能为力的西亚达在医院走廊里徘徊 她天真的想求上帝保佑 能碰上一个好心人救救她妈妈 突然 一个从楼上下来的女人经过走廊时 腋下的一个皮包掉在地上 可能是她腋下还有别的东西 皮包掉了竟毫无知觉 当时走廊里只有西亚达一个人 她走过去捡起皮包 急忙追出门外 那位女士却上了一辆轿车扬长而去了 西亚达回到病房 当她打开那个皮包时 娘俩都被里面乘踏的钞票惊呆了 那一刻 他们心里都明白 用这些钱可能治好妈妈的病 妈妈却让西亚达把皮包送回走廊去 等丢包的人回来取 妈妈说 丢钱的人一定很着急 人的一生最该做的就是帮助别人 其他人所及 最不该做的是贪图不易之财 建财忘义 虽然商人尽了最大的努力 西亚达的妈妈还是抛下了孤苦伶仃的女儿 他们俩不仅帮商人挽回了十万美元的损失 更主要的是那份失而复得的市场信息 使商人的生意如日中天 不久就成了大富翁 被商人收养的西亚达 读完了大学就协助富翁料理商务 虽然富翁一直没委任他任何实际职务 但在长期的历练中 富翁的智慧和经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 使他成了一个成熟的商业人才 到富翁晚年时 他的很多意向都要征求西亚达的意见 富翁临危之际 留下一分令人惊奇的遗嘱 在我认识西亚达母女之前 我就已经很有钱了 可当我站在贫病交加 却是巨款而不媚的母女面前时 我发现他们最富有 因为他们恪守着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 这正是我作为商人最缺少的 我的钱几乎都是尔虞我诈 明争暗斗得来的 是他们使我领悟到了人生最大的资本 是品行 我收养西亚达既不是为知恩图报 也不是出于同情 而是请了一个做人的楷模 有他在我的身边 生意场上我会时刻铭记 哪些该做 哪些不该做 什么钱该赚 什么钱不该赚 这就是我后来的业绩 兴旺发达的根本原因 我成了亿万富翁 我死后 我的亿万资产全部留给西亚达继承 这不是馈赠 而是为了我的事业能更加辉煌昌盛 我深信我聪明的儿子能够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 富翁在国外的儿子回来时 仔细看完父亲的遗嘱 立刻毫不犹豫地在财产继承协议书上签了字 我同意西亚达继承父亲的全部资产 只请求西亚达能做我的夫人 西亚达看完富翁儿子的签字 略意沉吟 也提笔签了字 我接受先被留下的全部财产 包括他的儿子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你们的陪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